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需要针对自从宣布森办的规划以来 也进行一些教职员生的一些安置跟说明 也举办两场全体教师的一个说明会 那全体的一个教师 包含我们所谓专业教职 也都有提出这样的一个我们相关的一些理事问题 那全部老师也都有签署这样一份同意书 那针对所谓的学生的话呢 我们也举办了素食堂的一个说明会 科长不好意思那是自愿还被自愿的签署呢 你是说呢 叫自愿啊 都是啊 自愿 全部是自愿吗 是发自内心的自愿吗 因为呢我们说实话 我那个是白纸黑纸 每一个人都是成年人 每人必须对他的法律行为要扶着 我们没有做任何强迫 这个是事实 我的意思说呢 同学们的这些诉求 我们待会的话 如果可以 我们找我们的副议长 相关学生代表 我们学校这边会把你们的所有的问题比清 因为呢我们在所有的说明会里面 其实我们也讲得很清楚 我们三个选项里面 我再重复一次 我们让学生自由选择 第一个选项 你如果要退学转学 你可以自由选择第二个选项 你也可以选择安置 第三个选项 有一个叫校本部毕业 那校本毕业的话呢 原本我们用安置的模式很简单 他就会用专案的一个模式来做一个申请 那校本部上课毕业 这你们的诉求一定要确保 你们所修的一些相关毕业门槛 跟所修的权利的话 不受影响 在这个条件之下 我们才同意 这个东西就是待会我们会做协调的一个内容 等于说 如果损及你们在校的利益 没有让你们原校毕业 你们可以不同意 所以等于说这个是不是非常明确的一个方式 那对同学的话 说实话 你们原本在哪边上课 你们所修的门槛都不变 因为到江有些校外上课 我们如果不提到校本毕业的话 我们没办法让一些校外合法在那边毕业 所以我才强调 那个叫做原校本部上课级毕业 你们所修的相关学分 你们的毕业条件 毕业门槛是不受影响 不受存及的 在这两个最重要的保障你们的权利之下 其实对你们来说 应该是没有亲得到你们的权利 那一天说明会只说 你如果选B 选B 他会将资料报给教育部 他会将那张单子给教育部 请教育部帮你选学校 他只说 他只说他很无辜 他也不想要这样子 那他也只说 他也说 那如果选B的话 就会帮你们承计 那如果 那张单子不交 余率都以A 会做选项 那A是什么 A选项就是说 自己办理休学或转学 我们知道 我们有看到有C 但是我们不知道 C的意义 是有什么意义 对 因为他就不说C C有什么意义 他只说 A跟B 他们有读一读越 就是在学校 B那一条这样 他就挑上面 再用打在家 对 所以我们也有学生问 他说 那你请问你是在 因为有学生比较懂 他就问说 请问你是在威胁我 他就讲说 那你们可以选B啊 在3月14号 一个记者会出来的时候 就说 四胜一个不留 什么叫四胜一个不留 你知道我们学生会慌 会乱 会不知所措 我觉得我们还是要诉求 原校毕业嘛 我不想让你安置到 我们不如意的地方去 或者是说 我到别的学校去的时候 我还要去适应新的环境 学校老师 或是他们的课程 课纲跟课表 浪费了我们之前 学习的这几年的 不管是金钱 或体力 或者是任何东西 基本上学校的课程 课纲或是学制的问题 这些必须有学校 如果说要协助我们的安置 必须有学校 这边旁边去处理 但是完全没有 完全没有 我们很多学生 都是自己去找学校 找他校的主任 老师甚至校长 想要多方面的来跟 我们学校的校长谈 但我们得到的讯息是 有有谈有谈有谈 谈在哪里 我们看不到 没有声音 我们不知道 教育部核准的声音都没下来 学校怎么能够这么肯定跟确定的说 我们要原校安置 或者是说他校转学呢 有的学校已经紧张在吃药了 那到现在我们的诉求就是 我们希望既然你们帮我们收了 你就要让我们毕业 不是你们今天收了我们 你又抛弃了我们 那像我们来赌社工的话 以后我们服务个案 是不是 我把个案收了 那我以后有困难了 我就把你抛弃别的机构 有很多同学去问了别的学校 别的学校说 像我们三年级的我们要降级 那我们读了三年了 我们又要降级 你知道我们的学费 有的同学是去借来读书的 有的是真的是早上去工作 晚上来读夜间部的 那像有的是从花莲 台北台南跑来读的 对好多同学都是那么远跑 就是为了你们这间 想读稻江大学 那既然你来读了 你又抛弃我们 那我们怎么办 我们有去问别的学校 他们的实习分数 跟我们不一样 然后他们机构实习的分数 又跟我们不一样 那我们过去 他们说不一定 他们接受我们的实习 那我们实习已经完成一半了 我们后半段怎么办 从不能叫我们 今年47岁 你叫我再读两年 我就快50岁才毕业 我怎么办